大家好,之前我们录过这样一个小水桶包 它的底部呢,是一个正方形 有很多粉丝就说了,可不可以录一个长方形底部的 今天就来录这样一个长方形底部的 这两个包的用量呢,是一样的 体积大小也是一样 区别就是底部一个是长方形,一个是正方形 可以放手机啊,充电宝啊,眼镜盒之类的一些小东西 要看这个的编法和数据的话 大家去找这个的交常,按照封面找就行了 今天我们来录这一个 首先准备包包底部所用到的横条和竖条 横条一共7根,全部都长198厘米 竖条一共17根,全部都长163厘米 其中横条一根在中心点对折 竖条全部在中心点对折 皮条准备好后开始编织 先左手拿一根竖条,右手拿在中心点对折的那根横条 右手套左手,套好之后 把左手边下面这一片反折 然后右手边下面这一片从周孔里反穿 推紧,推的时候推折点 一朵四角花就编好了 这是底部正中心的那一朵,打上一个记号 没有这样的记号扣,可以用线绑一下或者用笔画一下都行 现在这朵花上有四根条 两根比较长,两根比较短 我们找到比较短的那两根把它放在竖方向上 这根和这根就是比较短的,把比较长的两根放在横方向上 这根和这根就是比较长的 接下来编第二朵,再拿出一根竖条 先把往右延伸的这根横条折下来 折好后把准备好的竖条套上来 然后这片反折 这片从这个孔里反穿,拉紧 这样第二朵就编好了 编好后注意检查 这两根条或者这两根条长度都是一样的 如果说不一样的话 你可能把竖条拿成横条了 自己改一下 接下来是重复第二朵的编法 再往这边编七朵过来 加这两朵那一共是九朵 另外的这七朵和第二朵编法都是一模一样 自己把它编好就行 右边过来七朵一共九朵后是这个样子 因为打击号这一朵是底部正中心的那一朵 现在除去打击号这一朵 它的右边已经有八朵了 那左边也应该有八朵 所以我们转一下 在这边再一模一样的编八朵上去 编法都和这里的第二朵一模一样 这边的八朵编完后 十七根竖条全部用完 一共有十七朵四角花 底部正中心的那一排完成 接着我们来编第二排 第二排再加入一根新的横条 这根横条呢 我们找这里拖着的这一节来比折点 就是找到向左延伸的这一节横条 对其它的头子 这样比下来 一直比到这个地方 这里折一下 折好后呢 就开始编第二排了 从这里开始 首先把这根竖条折下来 把刚才折好的那根横条套上来 注意是短的那小节在下方 然后这一片仿折 这片从这个孔里仿穿 拉紧 第二排第一朵花就变好了 注意检查一下 这两根是一样长的 如果不是一样长的话 你就是折点放错了 你重新弄一下 第二朵我们把这根横条先折起来 再把这根竖条套上来 就是按顺序拿竖条就行了 这一片仿折 这片从这个孔里仿穿 拉紧 第二朵编好 接下来重复第二朵的编法 一直编到这个地方过来 编过来到这里 第二排完成 接下来重复第二排一整排的编法 再往这个面上编三排上来 右边上来三排 加原先这两排一共五排后 除去打胶这一排 这个面上有四排 因为打胶这一排是底部正中心的那一排 现在它的这个面有四排了 那么另外一个面也要有四排 所以我们转一下 一模一样的在这个面上编四排上去 另外一边的四排也编好后 一共九排 九根横条全部用完底部完成 接着我们转圈边高度方向 转圈边呢 又需要准备转圈边的横条了 转圈边的横条 我们先解一根 第一根长度是230厘米 后面的呢 我们根据第一根的情况再调整 好准备一根230厘米左右长度的皮条 开头留住10到15厘米左右长度的一小节 给它这样折一下 起头呢 扔一个位置开始 你随便损一个位置开始 现在这些都是竖条 损重的 这根竖条把它折下来 再把刚才准备好的横条套上来 套好之后短的那小节在里面 然后这一片仿折 这小节从这个孔里反穿 拉紧 第一个就编好了 第二个我们先折这根横条 再按顺序把竖条套上来 这一片仿折 这片从这个孔里反穿 拉紧 第二个就编好了 接下来重复第二个的编法 一直转着编 编到这个地方过来 拐角这个地方也是一模一样的编法 编到拐角这个地方 继续 转着编到这个地方留最后一根竖条来辅助收这两个头子 收拾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两个头子的长短 两个头子的长短呢 在15厘米左右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说头子渗的特别长的话 那你下一圈就可以减少一点 因为每个人的松紧度不同 有的会渗的比较长 有的会渗的比较短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啊 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 都在15厘米左右的话 你后面的每一圈都减230厘米的皮条长度就可以了 如果说渗的特别长 你就可以减220 225 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观察 如果渗的特别短的话 你就再加一点 像我这样呢 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 我后面就230厘米 好 现在我们来收这两个头子 我们先把右边的绕这根树条这样一圈 就是这根树条放在右边的这个头子里面 左边的那给它这样折一下 折好之后 放在树条里面 然后把这个树条从里面 然后又从这个孔里这样穿出来 穿出来之后 又从这里穿进去 然后把三根条都拉紧 这样 又有一个新的填字膏 把这两根条连起来了 把这两个头子收掉 两个头子就在里面了 我们进来收头子就可以 好 拿出收口针 没有收口针呢 你把它剪斜一点 然后往两边的田子格里面穿过去 就可以了 这样啊 往这个四角花里 交田子格或者四角花 风车截都可以 有多种叫法 好 这样给它穿过去 拉紧 穿过去呢 我们可以先不剪 多编两圈之后 又来剪头子 就是编个两三圈 又来剪前面的头子 这样它就会比较牢固 如果穿完就剪的话 它容易松 好 穿上三四个 停下来 这边的这里穿过去 这个头子穿好之后 第一圈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重复第一圈的编法 再往上编十一或者十二圈 后面就是重复一整圈的编法了 开头结尾中间编法都一样 注意的就是圈一圈之间起头错开 比如我第一圈在这个地方起的头 那我第二圈可以在这里 这里 这个面的所有地方 或者这里的所有地方 就是不要正正的对着它就行 正正的对着它的话 不怎么牢固啊 你就可以混朝这一边起 然后编法一模一样 后面的大家自己去编 编够了 停下来 这种横着收了的头子是要剪的 只是说你刚开始收好时 先不忙着剪 我们编了个两三排之后呢 再剪前面的 这样的话它就比较紧 不会松 你收完就直接剪的话 它会容易松 但是要把它剪掉 这里高度方向 一共转着编十二圈 或者十三圈都可以 如果你编的比较紧 你就可以编十三圈 编的比较松的话 大概能够编十二圈 我这里是编了十二圈 就是我们编完第一圈后 一往上编了十一圈 总的十二圈 看一下这个皮条的头子 剪的不怎么长了 所以我只能编十二圈了 这里最少我们要留出 七八厘米左右 不然的话没办法收尾 好 现在呢我们就来收尾 如果你剪的还很长的话 你可以再往上编一圈 这个头子呢 我们从里面把它穿下去就可以了 有收口针呢 你就卡一个收口针 没有你就把它剪斜一点 往下穿就行 放到里面 从第二个 田子格开始往下穿 穿上 三四朵 或者 四五朵都行 看头子的长度 尽量的往下穿 把一圈的这样穿掉就可以 双面这个皮呢 不用收口针也可以 好就这样一圈的把它收掉 头子全部穿进去之后 轻轻拽一下 用剪刀全部把它剪掉 就这样轻轻拽一下 剪掉 里面的头子全部剪 刚进后来穿抽绳 好拿出抽绳 这个抽绳呢 随便大家怎样穿都行 比如我的话 它有两个正面 两个侧面嘛 我任意损一个正面开始 我是穿在这里的第二排啊 看一下这个正面 它是有17个田子格 那我们留出中间的三个 或者五个都行 我就留五个 那两边就是六个 一二三四五六 这边一二三四五六 好留这五个 这样找到 好一个头子从这里穿出来 然后这个头子呢 就这里随便穿了 你可以三个一组啊 四个一组啊 或者三个四个交叉 这样都行啊 就这样一圈的穿就走 穿到这里出来的时候 只要是一二三四五 从这里这样出来就可以了 好 这里大家自己随意的穿吧 穿好后是这样子 看这里中间我留了五个 你留三个或者五个 或者七个都行啊 好了 把这个穿上去 接着我们拿出弹簧圈 或者侧挂 像这个包呢 就是有侧挂 我就用了侧挂 这样子 没有侧挂的话 我们可以用弹簧圈 这个色的侧挂 正是没有做出来 那我就用弹簧圈 找到这里 正中心的位置 给它扣两个弹簧圈 这边就行 这样扣上去 这边也是一样 然后拿出尖带 就把它扣在弹簧圈上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 你不用弹簧圈都行 直接扣在这个孔里 就是不怎么好看 有侧挂的话 就用侧挂 现在也装上去后 这个包包就完成了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这视频不已 觉得内容有用的话 给我点个赞 或者关注一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来